最近呢我了解了一下各大主播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电脑配置 外形呢大多都比较普普通通 不是放的就是圆的 感觉太过于规规矩矩 反而缺失了那一种独特的美丽 那究竟有没有特别一点的机箱呢 当然有 那就是来自我们股价征服者的 一代粉色的Leveling的主机 那这一台呢就是来自我们四川省 明庸市方方小姐姐的 可爱的小主机 那装出来到底好不好看呢 那我们话不多说 进入我们尊业的装机环节 那这一次的CPU固态以及内存 依旧是我们的标配三件套 那么CPU是来自英特尔的i7的11700K 依旧是八核心 16线程 来 那咱们的固态硬盘 是来自三星980Pro的1T 那么它的读解速度是7000兆每秒 1T的容量 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最低的需求 那最后是咱们的内存 芝奇皇家企的16G×2 32G的3600B率 来咱们直接把这个膜撕掉啊 来还有一块 主板的话一就是我们纯白系列的Z590A称雪啊 那依旧是我们经典的SIMO环节啊 一定要清啊你们没机会了啊 安装我们的CPU啊 优雅的轻轻的放扎放进去 确定安装好 哎呦 安装我们的980Pro1T啊 那领一下我们的M.2螺丝 撕掉咱们的一个 这上面这一片啊也需要撕掉 那取出咱们的980Pro1T啊 用咱们的缺口对准缺口啊 来准备好咱们的M.2螺丝固定它 依旧是左手压啊 右手劲 那手一定要拿稳啊 手一定要拿稳 非常轻松 乌龟原味 那咱们芝奇皇家企啊 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内存啊 非常的好看 那依旧是咱们熟悉的二次通道嘛 那这一款水冷呢 是来自我们华硕ROG的一个原子代表啊 小白龙360一笔之神了 那么它是纯白的 以及ARGB啊 可以说是小姐姐非常喜欢啊 别说小姐姐 就算是啊 人见人爱 车见车胞胎 它也是配得上这个名号的 那这一次我们的冷排啊 依旧是我们三把的 云中的ARGB的 风扇啊 那接下来 为我们的方方小姐姐 打上我们心爱的 螺丝啊 谁扯被散开就坠得很难只能忍下来 等到手机一转红楼回来 天空一空一空 OK 完成 那这一次的电源啊 依旧是选择我们非常有排名的华硕ROG的 零 850瓦的一个金牌全模组啊 那么全模组的安装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取出咱们的一个电源的本体 打开它的面啊 那依旧是将我们的主板放置于机箱的孔位上啊 固定螺丝 第一就是咱们老规矩 先安装电源啊 那接下来安装咱们一个顶部的3600排啊 那先取下咱们的一个饼盖啊 那将咱们的3600冷排啊 轻轻的放进去机箱里面 打上咱们的螺丝 接下来安装咱们的冷头啊 依旧是高端水冷 自带硅子啊 那由于我们这次装的是一个异形机箱啊 它是可以提前安装显卡的 所以说咱们直接来安装显卡 那咱们的方方小姐姐啊 选择了一张3080开的猛琴啊 也是一点不逊色于咱们的 男生玩游戏的一个痴迷程度啊 那这张显卡的性能啊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了 跟咱们的一个3090啊 玩游戏方面 没有任何的局面 哎呦 那取出咱们的显卡啊 那之前大家这个标词的作用啊 之前一直没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咱们安装显卡以后啊 不方便取下来的时候 哎呦 可以了知道吧 标词啊 那取出咱们的全新显卡啊 依旧是防晒标啊 那怎么判断啊 依照显卡是否真啊 也是否全新啊 咱们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膜啊 OK 非常漂亮 哎呦 好 你看这个 做些 OK 上机 啊 先把我们的一个信仰标贴上啊 那按下我们显卡的插槽 取下我们显卡的金手指的PCB啊 对准角度 一气呵成 那是我日夜思念 注定我要聊起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雨季 春天啊 你在哪里 青春如冬奔流的江河 一句不会来不及倒闭 只剩小麻木的 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 这世界它来过 好